一张张照片诉说紧张对峙的气氛 2008年11月4日 前中国海协会长陈云林抵台 郭斌饭店爆发激烈抗争 临近的上扬唱片 播送着轻快的恋恋北回线 想不到一首音乐意外引起警方关切 音乐行音量太大 音乐行太大 为什么不处理 我当然要继续劝导 如今接掌上扬唱片的林靖贤 是当年控诉国家暴力的铁娘子张碧的儿子 原来早在2010年4月 张碧突然中风震惊台湾乐坛 爱美的张碧如今积极复健 已经不愿再露脸 话说从头 1960年代林敏三张碧夫妇 创立上扬唱片 显为人知的是 她前身是电器行 还卖过音响 我妈妈当初取这个名字 她是用股票上扬的上扬梁子 这样大家都好记 上扬的音乐是台湾人耳朵的记忆 如马水龙的邦迪协奏曲 随着中广整点报时 缠遍大街小巷 上扬更挖掘出第一届金曲奖 最佳男歌手 英正阳 1990年代中期后 国际唱片公司收回代理权 盗版音乐猖獗 当上扬唱片声音渐渐微弱 仍有不少乐迷来此朝圣 至少对于我觉得上扬是这样 它是一个在我印象中 它跟其他比如像 DECA Universal那些唱片来讲 它相对代理的唱片 更优一些 就是说版本可能更不是那么的大众化 那么主流就是说 当然就很有特色的一个 车水马龙的中山北路上 四层楼的上扬唱片耸立 它不仅标志了时代的声音 更要为这块土地继续放歌